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跟大家进行一番介绍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中共现在是怎么样就香港事务进行决策的 那么这个决策的机构决策的成员或者是决策的这种机制 它是怎么运作的 同时面对这次大游行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会不会有这种让步或者说是报复的可能性 另外呢还有一个题目就是 这次到底外力介入了没有这次声势浩大的百万人大游行 那么同时呢西方是不是会取消对香港的一些倾斜性的 这种在经济方面啊 特别关税区啊等等地位啊 这些方面的这种优惠的这种扶持的这种政策 或者是法律或者是待遇 另外呢还有我们就要关心的 就是刚才大家实际上在节目当中也进行了 点到了这个内容 就是说一国两制 现在呢是不是已经是名存失亡 那么它还可以持续多久 那么是中共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会来一个大洗牌 那么让这个一国两制是名存失亡 或者说干脆是抛弃一国两制等等 那么因为看来我们这种势力呢 这种压力呢 包括对台湾方面今年年初这种压力 包括现在呢对香港事务的这种 这种可以说是强硬的态度 都不断地在透露出这样的信号 那么香港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被边缘化 还是会呢保持这一个所谓这个中共的一种招牌 或者说是维持这块招牌 让它招牌继续打着 但实际上呢让它边缘化等等 那么有关这三个话题的讨论呢 我想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首先请出的是这个前海峡时报 驻中国的首席特派员程翔先生 程先生你好 你好 还有呢就是超讯杂志的主编 资深媒体人季守明先生 季先生你好 你好 好我们在纽约呢 有王宁涛博士 他是前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 王博士你好 各位好大家好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纽约明镜演播室的 邓玉文先生 他是前学习时报的副编审 也是著名的这个评论家 邓先生你好 安好大家好 好我们接下来就下面这三个话题的 第一个话题展开讨论 现在呢就是说中共方面 各位是怎么样认为 就是说对于香港事务的这个决策 它现在这种机制 还有这种决策的过程 那么和以前相比 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它现在这种架构如何 同时呢我们要想问的 了解就是说面对这次游行呢 中共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那么让步的可能性有多大 或者说秋后算账的可能性有没有 那么这个问题呢 这次首先呢 请程湘先生给大家做一番解读 好 中共对香港政策呢 我觉得最高的决策者呢 还是跑不了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决策则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到最后一个关头呢 他还会给明确的答案 他就是怎么想 你比如说在上届特首选举的时候 当时是唐英灵 跟这个梁正英 两个在竞选 当时习近平虽然还没有当上总书记 但是他是国家副主席 主管香港问题 他就让大家去讨论 然后呢就是 当时候呢 大家都看好这个 这个唐英明 结果呢 到投票前 大概不到两个星期 习近平决定 要梁正英 那么整个建制派都乱了 乱套了 很多 就赶快办要马上到 派人到深圳去 召见所有这个建制派 选委会里面的建制派委员 一一跟他们讲 现在定了 是这个梁正英 所以要求大家马上转向 把原来从支持 谭英灵的转到支持这个 这个梁正英 这是一个特点 一个非常 非常急的转变 急转弯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例子呢 在第二次这个特首选举的时候 就这一届的特首选举的时候呢 他让人家放出消息 说这个 他也支持这个 财政司司长 出来 参选 而甚至说 这个财政司司长 是跟刘鹤在哈佛的时候是同学 放出这些信号呢 就让这个财政司司长呢 就觉得自己有 有这个可能性了 所以呢 就让他们去选 选到最后 选到将近快要投票的时候呢 他明确就说 我中央只支持林郑一个人 其他人 假如当选的话 中央有权不认命 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特点呢 就是到最后一刻呢 他才来找决定 那么这次 在这次 这个送中条例 这个过程之中呢 也是一样 一直来 大家都在猜送中条例 是不是最高层的决定 如果不是的话呢 大家觉得还有这个 回旋的余地 所以建制派 建制派里面很多人呢 在三月 三月的时候去这个 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 都通过自己的渠道去打听 这是不是中央要的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呢 都说不是 甚至韩正 都说这个 不了解这个事情 那么 这种情况呢 延续到五月份 五月头 五月头一个星期 香港的这个王志明 中联办的王志明 在宴请这个六大三会的头 去聚会的时候呢 给人家问到 这是中央的事 中央的决定还是特区 王志明 明显的 非常明确的说 这是特区政府的事情 那么 这个变成好像就是 不是中央的决策 好了 一个星期以后 他说我这句话 一个星期以后 突然间又来一个急转弯 把所有建制派的人 都都都都都 召集到中南方 向 呃呃这个 他们宣布 这是中央 习近平的决定 嗯嗯 那么所以 这里 就有 从这三个例子 你又看出呢 习近平呢 他 他的决策呢 他是要到 不到最后一刻呢 他是 不让你知道他的 真正的心意 是是是怎样 所以后来的 韩正呢 就出来讲了 韩正就就 习近平有有有 有这个指示以后 韩正马上就在接近 这个福建社团 的一个代表团的时候呢 就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讲 这条条例 是要针对四类人 哪四类人呢 第一 在中国大陆犯罪 逃到香港来的人 香港居民 在大陆犯罪 逃到香港来 第二类 中国公民 在大陆犯罪 逃到香港来 这两类我觉得 都是很正常的 第三类是什么呢 香港人 在香港 触犯国家安全法 对 那这个是很奇怪啦 是啊 首先他是很强调 很强调 是在香港 不是说没有在大陆 你在香港 触犯了国家安全法 他也 也属于 这个地界 出境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对象 第四类是 第四类是什么呢 第四类是中国公民 跟外国人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触犯了 这个中国国家安全 而他恰恰就在香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 符合在引渡的条件 所以你就看到 到最后 所谓这个 图权 地线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他把 把这个 底 底牌都摊出来了 他就是 这个东西 要针对 四类人 所以 你说他的决策 是怎么样 一般来说 当然是 他都 港二班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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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交给他 然后 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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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决定 我觉得这个 这次这个事情 也是符合 这个 程序 你比如说 呃 呃 西兰政府 受到台湾的 的 的 要求 那么因为 陷于这个 这个 前七条 前七条 前七条是什么呢 前其身在香港 违规前 帮布了这个 七条 就管理 港台之间的交往 这七条的核心 是什么呢 就是 港台之间的所有 非政治性 非政府的活动 都照样 照旧 可以 可以干 但是政治性的 或者是 政府之间的 活动 就 把特区的权 拿掉了 因为过去 在港英时代 假如不涉及到 外交 或者是 呃 这个政治 的 的 的 议题呢 就是 香港跟台湾 是可以 呃 有直接来往的 但是呢 前七条 出来了以后呢 就香港跟台湾 人家这个官方啊 这个官方是不能来往的 所以既然如此 香港也不能直接跟台湾 相议 也没有法律来处理台湾的问题 香港政府就很明显就是只能够把这个问题呢 相交给港澳办 那么那么港澳办呢 接到香港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呢 他就跟台湾 这个公安部 一起来讨论 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东西 那么我刚才讲了 公安部呢 从回归前1988 1998年开始 已经一直在 要跟香港定立一切种 这种逃犯 遣回的办法嘛 一直谈不拢嘛 因为有所谓一个五项原则 谈不拢嘛 那么公安部呢 当然很高兴 趁这次机会 你就顺便把这个东西解决 那么出来一个方案以后呢 到最后呢 在地上更高层 向习近平去决定 习近平其实没有决定 到了最近这个在全国安全 在全召开全国公安部讲会议的时候呢 可能就在那个会议上拍档 那么这样呢 就来一个急转弯了 又是一个急转弯 这个是我所看到的这个决策的过程 好谢谢 谢谢程强先生 那么接下来再想请季先生呢 就这个问题呢 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是这种中共的这个香港事务的决策 机制 现在有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同时呢 对于尤其是对于这次活动 北京方面到底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所以自己的 其实从这个整个机构私自和他的责任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个最高决策者是这个中共常委的七个人 然后这个最后拍板的定于一帧的就是那个中共书记 那么当然他对港澳事务他有那个港澳领导小组 那么现在是韩正在负责 以前是习近平也是港澳领导小组的这个组长 对吧 那么我想他这个整个这种运作机制是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机制还是这么一个机制下面在设立港澳办和这个那个中央政府那个中联办 驻香港的联合办公室 那么这个两个机构对港澳的这个决策 他们都都会提供一些咨询的这个意见 我想这个没有大的变化 那个比较大的变化是那个十八大以后 2014年有那个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我记得很清晰的一句话就是 原来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那么但是他有一句很清晰的话 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 那么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都知道 高度自治是不是全面自治 为什么外交国防 那就是都是中央 涉及到主权的都是中央的这个权利 那么他说这个里边白皮书里边讲的 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呢 是不仅是那个涉及主权的外交国防 还有很多那个因为大陆发展了 那个越来越需要跟香港的这种联动 那么这样的一些可能也不是香港可以自己可以决定的 包括香港很多的一些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做制度性调整的 你比如说这个基本法里边有普选的这种要求和刑续渐进的这个做法 那么最终怎么做可能都得是中央来拍板 那个时候只是提出那个中央有权对香港一些事务 那个进行他的这个有效的决定权 那么实际上潜台词是这个 那么到十九大以后就提出了一个融合的这个概念 就是已经不是一国两制 那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那个壁垒分明 而是需要这个融合 所以即使讲这个大湾区 大湾区其实也是要求融合到广东地区去 现在讲到大湾区 讲这个概念之后基本上是以广东省为主 那甚至于把香港排斥在外 有意无意的 你比如说我一直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那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呼吁香港的年轻人到大湾区去畅业 年轻人去大湾区畅业 香港不就是大湾区吗 他所的大湾区畅业 其实就是到广东地区去畅业 那你作为一个地区的长官 你应该更多的鼓励年轻人留在香港 香港的年轻人为香港的发展 发挥自己的作用 你政府应该提供你的条件 和发挥你特首的智慧 去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 他还是鼓励很多人去年轻人 如果年轻人都去这个大湾区了 那香港不是空心化了吗 香港的年轻就没年轻人了吗 他是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 你完全可以利用大湾区 但是你立足香港 对吧 跟着大湾区这个发展 那这个就可以看出他整个思维 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至于这件事情 在游行以后 你不要说一百万 这个当然里面还会有些水分 你这个事就是两百万 那个港府已经说了 他不会改变修历的这么一个进程 那么那个 而且林郑月娥今天也表态了 他看到了游行人数 而且游行人数是确实不少 游行正多 但是另外一面 支持这个修历的 也在有很大的数量 你比如说网上投票 网上投票 安华你刚才说 截止昨天游行是七十多万 七十三万 今天已经超过八十万了 我估计再过两天 可能会超过一百零三万 那么这些人是属于沉默的多数呢 还是沉默的小数 他也是他投票了嘛 他是支持修历的嘛 那从港府这个角度来说 他就认为两方面的意见 他要平衡 所以对他来说 不是撤回这个修历 而是只是平衡这种修改的这个意见 那么从这个立法会 建制派占绝对的优势 这个情况下来看 这个我自己认为 如果没有中央的意见 那中央就目前的情况 他也不会给意见 那个修历是不会撤销 而且到这个十二号 那个香港的情绪还是这样 我估计他还是会放到立法会去讨论 那艾毒 那个他觉得还是有必要会通过 因为他要平衡两方面支持的 支持和反对两方面的这个意见 这是他理论上是这么说 他这个是很冠名堂皇的一个理由 因为确实是也是有支持的 并不是没有支持 不像那个爱十三条的立法当中 最后连建制派都倒戈嘛 自由党都倒戈 这一次自由党是声明 支持这个 最后声明是支持修理的 开始商人是有疑议 那经过现在是两论的修改 那些商人现在觉得 就他们的商业利益有保障了 所以他们现在表态是支持修理的 支持了 对 那么对这个问题 金涛和郁文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金涛 对 这个问题呢 我的看法这样 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 香港现在的政治动向 在很大的地方 还是受制于大陆 而且大陆的政局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明确 这个在特别是呢 现在因为习近平在建个人独裁之后呢 在内部呢 他有很多的反弹 同时呢 他在外面呢 在有所作为的情况下 他改变成小平 韬光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香港本身呢 内部的博弈 我想这个刚才 季说明先生和陈祥先生也说的 从两个角度都说清楚 就是说这个博弈在继续 但是现在如果这个林郑 这个特首如果要真的往下走的话 他是可以走下去的 如果他在做一些顺应民意 平衡民意上做一些修改 对条文 但是呢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要在平衡 就要看呢 因为其实在最后这些问题上 最后的发言权还是在北京 如果北京想说话的话 刚才季先生讲 北京现在还没有想说什么话 可能也不会说什么话 但是如果北京 真的从他的这个国际政治大格局上 如果他想说话的话 那么北京当然他还会 这个可以对这个最后结果有所影响 那就要看 这个因为这件事情本身的还在发酵 我觉得从这个一百 这个一百多万人上街啊 这件事可能还是多少出乎各方面的一个预料的 这个 那么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会改变很多人对这个香港这盘棋的看法 比如在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中 有没有外力介入 我觉得在这一百零三万人之前 我小外力不会有什么介入 但这一百零三万人出现之后 就说我们就把水分去掉之后 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么这个国际社会呢 其他的一些力量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力量在跟北京的博弈 包括对北京的观望 因为美国现在对北京是极不相信 而且呢是采取了非常强硬的路线 对北京的这种就是这个过去的做法 他坚决就是不对 不对北京的过去做法做妥协 那么欧洲本来是观望 英国是观望 但是现在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使得他们意识到呢 他们和北京的很多冲突呢 即使不是文明冲突 也是制度性的冲突 在很多方面上是在所难免 那么从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上 要不要做调整 这一方面我觉得北京也要考虑这些因素 在这方面会不会 比如说让这个问题再这个缓解一下 就是最后随便跳实践 能不能缓解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那我总体来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还看不清楚 好 欲文呢 欲文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 首先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治港问题 当然现在一个从这个情绪上来说 刚才继承民生说 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但是我觉得一个突击的变化 就是说习近平的个人权利变化了 就是说基本上是听名于习近平的个人权利 那么具体到这个送中条例这个修改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一旦这个所谓这个北京多决 或者中央政府多决 这个是有外力干预的话 反而会进一步加快这个条例的这个进行 我这点可能给军涛有点判断不一样 为什么呢 在习近平的这种强能进行下 他会认为就是说 只要是在中国范围之内的事情 香港也是属于中国范围之内 如果我遇到错觉的不做的话 那就不行 所以他的心态是一个非常蓬奘的事 但是我给美国打冒战 可能我也做妥协 但是在中国范围内的事情 我是绝不乱步的 所以说他这样一个心态的致命上 我觉得这个很快这个会到7月份的话 这个三读的话应该会通过 何况他还有一个民意的 就刚才记住这所民生的分析 有一个民意的支撒 民意的平衡在里面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 发现从习近平的个类性格来说 这个条例通过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好的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段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 也就是刚才大家实际上在讨论当中也提到了 或者说中国的官媒 那目前的应该说警戒的一篇社评 环时的一篇社评 就说到了这个外力 所谓外力涉入 介入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提法 同时提到了香港的民主派人士 包括今年3月5月到美国来访问 和这个美国国会的和政府 包括和蓬佩奥国务卿等等这些人的一种互动 那么现在这个外力这一次 我们当然就是论事 就是说这次六九百万人大游行 反送中大游行 有没有外力的介入 外力的介入意味着什么 他的这种界定又是什么 他的今后 刚才君陶也提到了 在这个事件的发酵之后 反而这种外力可能更有可能 来利用它作为一个抓手 也有人分析认为 香港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 当中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发挥影响的这样一个地区 那么对于这些分析和判断 各位是怎么看 那么就是外力的介入的问题 那么首先呢 我想请君涛再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 其实外力介入问题呢 这是个北京一个老话题 因为北京它本身它是一个靠阴谋和暴力起家的这么一个政权 所以在它维持政权中 它一直是把各种来自于 对它的政权的威胁的因素看得很重 就包括外力 比如像我举1985年为例 1985年我是比较深入的卷入到了各种事件中 那么从后来北京政权对89年的事后审判和判决来看 实际上是没有外力的介入的 那么但是呢 北京呢 在当时确实有这个反应 因为我记得我从武汉 押回北京车上公安部那个一个副部长 还是个局长 他跟我谈话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你太天真 他说你可能没有接触到 但实际上是有 但是后来我事后查了 包括后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和世界各国的公布情况 确实没有进入 而且呢 各国政府对于出于对邓小平的这种改革开放制度的支持 其实还是在某点上还是配合了邓小平 在89年之后稳定中国的局势的 那么但是呢 这次事情发生 我想北京政权中的这些专门做外部势力的机构 肯定还会像89年一样 89年那个时期一样会做出有外力介入 但是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呢 在这个大游行出现之前的时候 所谓的外力也只是有些在香港 就是已经移民到香港的一些 这个香港的原籍香港的这些人呢 他们可能对这个事情呢有介入 并且表示支持和声援 但是我为什么说但这一次呢 好像视线有些不同 因为在雨伞运动我注意到了各国政府的观察 彭定康明确的是表示了前港督彭定康 那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个跟北京谈判香港的未来的基本法和香港地位和政治权力中 他是替港人一直在维护港人的一些权力 但是他都明确的表示要支持一个稳定的香港 其实美国政府态度也差不多 就是要希望香港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 那么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 这次事情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从这个欧洲一直到世界各国 那么都表示一种担心 这种担心当然我觉得原子于对于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担心 也是原子于对现在中国政府在很多国际事务做法上的这个担心 那么这种担心呢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那在这个基础之外呢 你说他们还会做什么呢 那我觉得其实恐怕也就是在书面上和纸面上发表一些看法 除非就是呢 在这个在香港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援措施 否则我觉得大概也就停留在一些这个纸面上关心 不过我觉得呢 刚才我谈到的其实不是对于这个法律 法案本身的这个讨论 就是因为对这个法案本身 我想呢其他国家政府也不能多做什么评论 因为这确实属于香港和大陆的关系的一个话题 但是呢这个我想的是说呢 从一个更深远的角度看 就是刚才安华先生你再提出来 那么从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将来 北京和整个的自由民主世界发生冲突 实际上这个冲突我们可以有三个解读 一个解读是地缘政治冲突的解读 一个是制度的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我觉得这个到不了这个层面上 但是地缘政治和政治冲突呢 地缘政治的冲突和政治的制度的冲突呢 这个其实已经提到了整个世界的这个话题上 贸易战背后的这种不信 已经把这个这个在制度上的不信任和地缘政治的不信任 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或者诱导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会不会成为一个就是各种力量掰腕子的地方 我们也知道其实49年这个中国大陆 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之后 香港就一直没有停止作为一个大陆 从自己的安全角度和各种国际势力在香港掰腕子 那么97年回归之后很多势力退出了香港 但是呢而且这个其实退出香港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在香港好像对他们来付安全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中国大陆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 就像彭斯副总统在列举的一系列和中国 中华民共和国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和共产党冲突和矛盾之后 他还是说如果回到邓小平的话 那么他们还是美国还是愿意跟中国保持一个友好的交流 但是当然这个其实基辛格已经说过了 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但是所以总的来说我讲说这件事情其实呢 会不会成为一个指标性的事件 或者成为一个刺激 使得原有的这个习近平为首的共产党的这个政权 那么在因为已经在导致国际社会 他深深的怀疑和各种冲突这个爆发情况下呢 会在香港成为一个角力的地方 那么您认为就是现在香港和大陆这个冲突 会不会成为这个各方势力的角逐 或者说对这个反制中国大陆 或者说中共习近平这个统治的这样的一张牌 这个我觉得从我对西方政府观察来看 他们可能还力图保证为了保持香港人民的权益和利益的话 他们可能不会以损害香港利益作为这个前提 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呢 北京政权能够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冲 中国际上的冲突和国际事务中继续给予香港一些特殊的这种位置 但是如果要是北京政府把香港变成了完全看作一个内地 还有我们要考虑到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大概是下一步 就是美国可能在贸易战之后 一个是科技领域竞争 一个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围堵上头 那香港肯定在一带一路中的位置 将来可能就会成为是不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 会把它作为一个围堵这么一个地区 这个我觉得要看 因为这毕竟北京的很多的国际战略还是刚刚露头角 恐怕习近平也是在各种冲突和博弈中 他也不断地要修订你的想法 他的想法而且要落实到具体之后 这些我觉得现在都还看不听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 就是这个国际社会和北京政府的这种冲突 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厉害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难免受其影响 从世界各国来看 首先来说还是想保住香港现在的香港人民的权益 香港自由安全和独立 可能是他们首要考虑 包括现在他们对占中态度表态 基本上是站在香港的角度来考虑 还不是站在自己和北京的大国博弈的角度来说 但是在以后如果要是北京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国际扩张的一个棋子的 或者这么一个基地来做的话 那国际社会怎么看我觉得就不好说了 那么同时还有呢就是说现在这种中国和香港还有其他地方一些分离主义这种情绪 现在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的继续的发酵而进行一种整合或者说是一种河流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我下面请教一下程翔先生 程先生在线吗 首先我觉得中共一来对抗代这些群众运动呢 他都不外两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香港老百姓 长期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生活 所以没有国家观念 不懂得爱国 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外国要压制中国的崛起 那么就会利用香港来搞乱中国 这两个观点是根深蒂固的 凡是来香港做调研的大陆的学者也好 或者安全部的人也好 他们来到香港 两句谈下来 他就露出这两个观点 那么就是按照这两个观点来判断香港发生的事情 您认同这两个观点吗 他就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那么这个错误呢 就是不断地滚平下去 这个误解就越来越大 你说这个像这次百万人上街 完全是有迹可循的 就是你不断在欺骗香港老百姓 不断在记录香港老百姓 直到最后大家要上街 你说这个如果说有外国势力 万势力怎么样能够来刺动这场大规模的示威呢 再说你雨上会运动 79天的占领 假如你不是从回归以来 不断违背你在基本发现面对香港老百姓的承诺 每一次违背一次就积累了一点 大家一点不忙 积累了20年 你说会不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所以中共习惯用一种外因法 把中国自己造成的问题 一概说成是外国势力揭露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来分析这种局势 是完全不能解决问题的 好的 那你说 很多香港人跑到外国去 去请大家关注香港 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个一国两制 已经一步一步给践踏到不成样子了 而且这种践踏 对香港的这种践踏 还是会直接影响到外国人的安全 你比如说这是为什么外国市管 这么关注这个送中条例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在 有很多他们的国民在香港 加拿大一种国家就有30万 持有加拿大护照的居民在香港住 那么你说他作为一个负责人的政府 他要不要关心 要不要提出抗议呢 所以不要干净中共那一套 很标准化的答案 说香港人长期在殖民宿 受殖民地影响 没有爱国意识 说外国人接香港来 挑拨来倒让 要来压制中国的什么发展 这些都是不可靠的 你比如说在殖民的时候 梁正经信誓旦旦说他掌握了很多证据 证明这个外国私立介入 他说等到这个殖民运动结束 他会一一公布 殖民结束五年的 他公布了什么东西呢 因为他比没有证据来公布 来说明这个殖民是有外国私立在挑拨 说完说税不外 就是NED给了一点钱 给多多民调 这一点钱就能够发动起 这个将近一百万人持续七十九天的殖民运动吗 所以这些都 我觉得都不要 我们讨论这些 变成中了他的圈套 好的 如果说这是仗中 这是送中条例通过了以后呢 他是根本的摧毁了一国两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待会我们要谈这个 一国两制的前景的问题 那么就这个 刚才这个外力介入的问题 就说我想再问问郁文 您怎么看 我是谈这个 你说美国 美国给香港这个特殊的 这个关税的地位 是凭什么呢 是凭你香港 在一国两制下 你香港有你 这个图特的地位吗 那么你现在通过这个送中条例 把这个图特性摸掉了 那人家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我还是 还给不给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香港关税法里面 所给你的优惠啊 所以你不要说 人家是在干预你 是你的政策 让人家不 他不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 好的 那么郁文呢 你怎么看的就是外力介入 这个外力介入 它有什么样的一种界定 有没有不同的一种界定 我觉得就是 对 我就是想谈 什么叫外力介入 首先我们界定这个概念 对于这个 这个中国政府来说 北京来说 他会把就是说 把外力就是说 不是说 直接的比如说 美国中政局 在香港这个这个密费反对派 或者说在香港这个这个这个 生动老百姓 这是一种外力的介入 但更多都是把外力介入 他看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你香港的反对派 这个民主派 动不动 就是跑去告洋状 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外力界定的 一个就是说 这个介入的一个表现 很大程度上都是指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看从这个100万人来说 你要创作这样 这个说今天是有外力介入的话 我们不太清楚 这背号 比如讲美国政府 这个中政局 或者其他的这个国家 英国是不是有的背号 这个在煽动 这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就是说 你技术说有的话 要在短时间 煽动100万人 那是不可能 从概念上来 这是很少微乎其微的 还是更多的 还是老百姓的 这个这个香港民众 对这个自身的不安全的一个赏印 那么其中就是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民主派 这个到去美国也好 去这个英国也好 去所谓的用中国政府的话来说 北京的话来说就告洋状 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外力介入的一个表现 那么他确实实是有外力介入 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涉及到这个外国政府 是不是把香港作为一个筹码的问题 刚才这个几位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他这个地缘政治 他不是在中国跟西方 中国跟美国这么社会制度 包括这个发展模式 包括这个现在在打贸易战 这种不同的情况下来 会不会这个西方政府 会不会把这个美国 会不会把香港作为一个筹码 作为一个来来来来 可能有这个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他可能做不动 会做不动 就因为很难推动 从中国政府的观点来看 我们知道的中国政府特别防范 这个据我所记得吧 一般来说就是说 他这个早就说要把防范 香港作为一个反伐的一个基地 这个看法是说是多年以来 还不是就存在的不单是在这个世纪民时期 在胡锦涛时期的江泽民时期的 鄧小民时期都存在这么一个看法 就是防范这个香港作为一个 这个延伸演变的一个基地 防范这个多为一个外界演变中国的这个基地 所以说那么在这样的中国政府 步步严防香港的情况下 可能会给甲若酸到美国政府 那个时候他没有要演变你的意图 但是当你把它作为演变的意图 他可能要看中了一个机会 你怕这一点 你越怕这一点 那么我可能也就这个来 真的把它作为一个演变之地 这个可能是我们讲不排斥 不排斥这个东西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从中国政府的来看 我们讲他已经习近平上到以后 其实是把香港作为一个整体的来考量的 如果我们敢无论出台这个什么东西 国家安全战略也好 还是处在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笼合也好 他是把双港纳入中国整个的这个范畴来考量 印度这种送中的这个条例 其实也是从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未来就是现在100万人这样一个规模的话 那么我刚才同意军涛的这个看法就是说 如果他前妻说以赏介入但是没有行动的话 那么他会看到这是一个机会 100万人介入的话 他可能就是说 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搞乱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就像是这个搞乱香港的这么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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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搞乱香港 再搞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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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 这个中港两地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他会认为这有可能了吗 确实实实他这以后会加大 假如说真的是中国政府担心颠覆的话 我可能恰恰他不是说 就一呢这句话 他可能就把他这双港都被颠覆中国大陆的一个 就是说安华先生 安华先生 怕什么来什么 你说 我说一下呢 我觉得呢 郁文的这个看法呀 就是我觉得这个角度是有些问题 就是说你知道 其实在我看呀 西方没什么人想搞乱香港搞乱中国 西方大的这个政治判斥上都说 中国这么大国家如果出现了乱子 不要说对世界经济 对世界金融 他就对这个人道主义上来说人类一个灾难 所以我在西方世界的时候 包括中国你像民运人士啊 各方面人士都是很头疼说 怎么西方就是为了 这就好像说共产党一个劫机犯 他把13亿人绑在一架飞机上 然后这个西方世界是看到这个劫机犯 我们不能太惩罚的 太惩罚他 13亿中国人都会倒霉 他们很担心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有这个考虑说是搞乱香港搞乱这个中国的 但是我在讲的意思说呢 其实西方更多的人现在对香港问题的声援和支持 我讲说强调来的第一点呢 就是那么支持香港人民维护自己的权益 更多从这个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第二个呢 如果发生就像1989年北京发生大屠杀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西方人民更多是支持呢 当地人民去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个愿望和运动 但是有没有像少数的人 比如那我在美国也接触过这些战略学家 但他们在西方也是非常边缘的一些人 他们就是完全这种从这个美国本身的利益出发 这种人很少数 对多数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人来说 包括专业界和战略学界来说呢 他们总是希望呢 一个国家如果发生制度变化 是希望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采取行动 而是在外面呢 只是当这个国家的人民或地区人民行动前 外面给予舆论上的支持 这个我觉得 然后或者在背后呢 在发生大的这种灾难的时候 有些人道主义的救助就到头了 至于说呢 这个像CIA这种机构 过去在60年代50年代还做过一些事 实际上到80年代以后 已经被西方制度自己献住的手脚 能做事情已经很少很少 除非他们的总统和国家做出了一个决定 否则他们单独做这种操作的可能也已经不大了 这个我这里确定的 我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 这个这个所谓的通过香港搞了中国 我前提我刚才讲的 第一是中国政府认为西方会这么做 那么中国的西方政府严实可来 就是原来我原来没有要搞坏的意思 那不你这么做 我就通过这么个手段来 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这里的搞乱不是说要你鼓动 就是说老百姓相奸啊等等等等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可能就是说比如讲 他更多的跟香港的反对派的这个密切的联合密求 包括香港的这个舆论啊 包括香港的这个政治制度等等 从这方面来登记上这个民主自由这方面 更多的往民主自由这方面来转 这样的话香港更多的老百姓有民主自由了 那么中共自然就害怕了 那么他们从这个地方着力 我说的这个意思 好我们接下来还想听听纪先生 你对这个外面介入的问题 我刚刚听了那个各位专家的高见啊 我觉得那个君涛是比较乐观对西方社会 那个对香港的这个他会不会出手 他说那个那个美国会考虑到香港人民 那我想那个这个川普早就说过了 这个美国第一 美国利益第一 那个香港人你算什么 那个我后面我来讲 他到时候什么时候他会出手 那个而且外国势力介入 也不是没有出过手 九七回归的时候 那个亚洲金融危机 香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封闭的 这个国家金融体系 朱庸基那个出手 香港早就垮掉了 这个也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对香港的这种攻击 那至于讲到外国势力的介入 我觉得外国势力介入永远存在 就像郁文讲的 就怎么去看他的这种介入 那个在这次游行的前一两天 那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帖子 那个在手机微信上在传 就是说那个他没说是谁了 就是说那个就是警告香港人要警惕 就是这个外国有机构出了好几个亿 要那个在这一次游行当中组织暴动 那么然后呼吁大家不要上街 否则有危险 那么这个如果遇到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和情况 打香港沙田警署什么电话 那个关塘警署什么电话 那个关塘警署什么电话 把全部列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外力介入 那最后这种情况是没有出现 对吧 这种伤亡 大伤亡的这种暴力是没有出现 那个到现在为止 警方也没宣布过 那个媒体也没报道过 那么至于你说这一次这个反修例的这个条例 有没有外国势力 当然有外国势力 这个外国势力不是普通的介入 而且是直接走到第一线 也参与了那个反修例 来是明目张胆的 我是觉得你比如说 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专门约见了林郑 对吧 就是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和不满 欧盟发出了外交造会 对吧 那个我们查了一下 从03就是03年50万人大游行 欧盟也只是发声明 没有发外交造会 那个在美国的 在香港的美国商会 即使有第二次修改的这个方案出来 就是使得商人的这个 在这个修理当中的受影响 在不断的降低 这个情况下 他照样对新的方案不满 不希望那个做这样的一种 这个移交逃犯的这种修例 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利益 那么很显然 你要说这个外力那个揭露 我想外力揭露无处不在 尤其在全球化这个议题下 你是搞多边主义 互相之间的利益 即使是地域政治 互相之不同地域的这个国家这个利益 也会在这个由于全球化 还受到影响 伊朗 那个在美国制裁他过程当中 甚至于要武力相向的时候 他的外交部长跑到中国来了 干什么 他是不是在 也是在寻找外力支持呢 那个对吧 那个委内内拉 在美国 说要动武的时候 他也不是向这个东方一些国家 发出了求救吗 对吧 他的外交部长也访问了几个国家吗 对吧 这个是不是也在寻求外力的干预呢 其实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种利益 是全球利益 所以美国西方社会 尤其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这个平台 在这里的这个外国各方的势力 都在角力 原来我们就说 这个香港是全世界见地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全世界各国家利益 在这里充分体现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说他不干预 他不关心 他不表达他的价值观 怎么可能 不可能 那所以这个是绝对 问题是看 你怎么来定义他的干预 这种干预 那个介入和干预 那么至于讲到 最终美国 美国已经几次警告了 对吧 如果说你通过了这个条例 那么说明 你已经不具备香港 这种独立性的这个条件 会要重新考虑你的独立关税问题 那其实美国的这个观点不是美国 那个西方其他国家也是 为什么德国会给那两个 在香港认为是刑事犯的人 在那边给予政治批复呢 那个连特首林郑月娥都说了 这个是对香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指控 为什么 首先他不相信你香港的司法了 变成德国 那个德国应该在欧洲代表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 他不相信了你的这个司法的公正性 第二个 他不相信你香港有保护人权的这种机制 那么这个对香港来说 损害会非常大 这个把香港的原来那种自由的 安全的这样的很多的核心价值给颠覆了 那么至于美国会不会出手这个对你的关税 这个独立关税区的那个这种废除或者说这个冲击 我是觉得我是放在中美关系的这个大局当中去看 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游行或者说修例成功 马上就采取这样的一种措施 更不会因为这个像冲涛说的考虑了香港700万人民的利益 而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我相信完全是跟着中美贸易战未来的路子来看 如果说贸易战继续打下去 这个六月底吉艾林两国元首也也谈的那个谈的那个 这个不换而散根本下面没有这种技术 要真的是要打了 要那个不断的加税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北京也出重手 那个相向而行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我觉得那个香港会首当其冲 作为一个贸易战的受害者 那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到美国一步一步走 从这个从贸易摩擦到贸易战到科技战 接下去会打金融战 打金融战最容易下手的地方 不是上海不是深圳 那个美国要跟你香港这边来敲打一下 你包括联系汇率 你的股市 这些对中国其实都会是一个有影响的 97年中国可以帮香港 为什么 那个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相对封闭的 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 它也害怕开放资金这个外流 那如果说香港这个受到冲击以后 那个本来香港还是那个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桥头堡 这个桥头堡其实也是可以挡风险 最后它被击垮了 可能对中国的这个都不利 当然我们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我们希望这个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是有智慧的 能够处理好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科技纠纷那么这样对香港的金融危机的这种受损程度就会小 其实现在香港这个港币跟美元的这个汇率 港币跌的就已经是很 虽然它是联系汇率 跌的很厉害了 那个原来7.8就是它的一个底线了 现在1美元对7.8已经超过的这个港币的这个那个警戒线了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能会不会发生 我觉得会发生 那么只要中美关系这个处理不好 那么香港绝对不会因为你老百姓 美国还跟对你就是网开一面 这不会的 但是我相信那个这一次在俄罗斯的这个访问 习近平也称川普为朋友了 朋友和朋友相信那个接下去他们见面 那个应该会谈出一些有些好的端倪吧 这是我的愿望 阿华先生 阿华先生我现在回应季先生几句 第一个问题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其实呢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呢 世界各国寻外交途径或者寻国际法的渠道表态 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交往 就像在这个雨伞运动的时候 世界各国表示不希望看到一个不稳定的香港 他们表态一样 在现在他们希望看到的这个香港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基本上他们愿意看到的香港 是个符合香港利益的香港 并不是一个就是这个要危害香港利益的香港 那么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我们没有分析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西方政府在这种表态 我们讲的或者共北京政府讲的外国势力的介入 实际上是寻着一种非就是违背国际法的渠道的这样一种介入 那么至于说中美贸易战刚才其实季先生谈结实 对西方的制度其实不大了解 川普总统在一个宪政体制中他的权力没有那么大 想打什么一些这个战那个战他没有那么大权力 他现在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在总统的行政权力范围内 他可以做一些决定影响到一些领域 至于说这些领域是大打出手还是不大打出手 那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决定 除非美国国会通过法律 那么而且通过法律这个可能性在现在看来说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 在一些问题上这是可能的 但是除非就是出现大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些看法的变化 或者这个转向的话 那么这个美国政府现在也很难做出一个非常决绝的这么一个决定 像当年的冷战时期 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可以放到别的地方考虑 总统美国总统权力到底有多大 在多大范围内他能影响到这个在全球化进程中 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别的地方考虑 但是我就想说在一个宪政体制中 一个总统不像在一个共产党极权国家中 像习近平特别是建立了定于一尊这种个人独裁 就有那么大的权力左右那么多的领域 好的 那么就这个外力介入这个话题 这是我们这个时段的第二个话题 那么接下来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还有第三个话题 那么这个第三个话题 大家大概有个十分钟的时间 每人谈两到三分钟 那么第三个话题就是对于一国两制的这个展望 由于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让大家对一国两制的这种信心的进一步的 应该说是产生了怀疑或者是动摇 或者说是对一国两制它的这种这个概念的内涵 内核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那么同时呢香港的未来 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分析 也都谈到了实际上是香港未来的一种前景 但是我们就想请几位嘉宾呢 进一步就这个话题进行明晰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一国两制还可以维持多久 或者说是一国两制会不会变成一个民存实亡的 这么一个空招牌 那么尤其是在香港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问题呢 已经发出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这种声音 那么在香港问题上呢 应该说和台湾的还有不同 又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 同时香港的体量要比台湾更加要小 而且是救灾和中国大陆是接壤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想的比较严重一些 如果说有朝一日或者说现在的这种和西方的这种对垒 和美国这种对垒越来越严重 到了一种非常时期的时候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一国两制都会背 就连这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那么就这个话题呢 想请纪索明先生先开始 我倒没这么悲观 因为我是从上海出来 我时不时还回大陆去 就一国两制来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也不能说一国两制非常糟糕 邓小平定义一国两制就是 香港人实行资本主义方式不变 那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那个五十年不变 那主要讲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那其实在这个九七回归的时候 香港人享受资本主义的方式 也不是非常充分的 为什么起码九七回归的时候 香港人还没有这个民主的这个权利 那么现在这个很多问题 都跟这个后来发展过程当中 那个没有实现民主有关系 对吧那个他基本上当中定的 那个包括这个特首 现在不是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所以他可以不为这个 或者少为香港利益考虑 为自己个人利益 这个包括这个和北京 因为他和北京的 这个比较倾向于北京的这个要求 他就是考虑个人利益就比较多嘛 对吧因为那个他的这个 这个前几论的这个特首 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对吧不听这个使唤的 那像曾英权 他比较考虑这个 那个那个香港人的这个民主权益多一点 他的下场就很悲惨 那像那个梁振英 那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个那个提出来 那个老百姓都都看到这些问题 那么结果那个他还可以成为国家领导人 那么对这个下一任的这个这个特首来说 他的生死大权 不是掌握在香港老百姓手上 还是在掌握在这个北京手上 那么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都是跟民主发展是有关系 所以一国两制从他原来 就是如果说跟九七比 那个我觉得我如果在内地 和在香港 那个起码他的资讯是自由的 对吧是充分的 就是有很多这个两制不同的地方 香港还是有优势 所以我是觉得 虽然未来我不知道 起码目前我觉得 这个一国两制是客观存在 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和问题 那么至于未来 谁都不知道 那个会走向哪里的 那个这是我的想法和观点 充满不确定性 那么程湘先生呢 你怎么看香港的未来 一国两制的现状 好 我觉得假如一个人 他完全不关心政治问题 他只关心自己分边的工作生活 这种情况呢 那么他不会感觉到香港的状况 有什么改变 另外呢 外国人假如他来香港 做一个短期的访问 大概一个月两个月 然后就走了 那他也不会觉得香港有什么变化 因为像 季先生说 香港表面上 经济还是很繁荣 这个声音还是很多 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如果你是关心政治问题的 或者是你在香港 大概很长时间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的 那么你到现在你就会觉得 一国两制已经变形走样 变形走样 变形走样呢 变形走样 为什么这样讲呢 香港的言论自由 已经是大大缩小了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 在香港想找一个出版社 来出版一个政治上 或者有点比较敏感的问题 现在在香港是找不到了 可以这样讲 最近大家在讨论 要出书的时候呢 都在讨论能不能去台湾出书 能够怎么样运到香港来 这种底波 最近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 本来有一本很重磅的书 要出要来纪念三十周年的 是谈这个当年这个黄泉行动 怎么样请就一大批 这个大陆的民运朋友出去的 本来这个是要今年来出版的 而且跟一个比较有威望的出版社 都已经签好合同 当这个条例出来 要修订这个条例出来的时候 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出版社已经 已经自动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人说 不要出来 我们不能出来 这个航行 航行调应呢 已经马上出现 从李波开始 你现在李波事件 从李波事件开始 你现在到香港的一个 每一个角落去看 还有多少所谓竞输 过去竞输是一个很 很这个 很奋的一个行当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但是这些东西你一般 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只能是感受出来的 明白您说的 现在就是说这种 这种已经是形成了一种 这种自律 或者说是由于 寒蟬效应呢 已经波及到这种 和政治有关的 和这种民权 自由 民主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领域 现在已经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香港现在已经 香港现在很多西亚人都觉得 香港现在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国一点五制 甚至八 一点五制 很快要退到一国一制 一国一制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可能一国一制 真的是中共方面的终极目标 或者说它的一种 最终的一种想法 那么它在不断的 用这种方式的不断来参 我必确看到内地有些学者 他已经在设计 2047号后 香港怎么样跟中国一体化 现在这次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出来后的 《大公报》的文章是怎么样讲呢 《大公报》的文章说 这条条例有助于 香港更好的融入大陆的发展 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 这句话就说 很快就香港的政治上也一体化了 经济上都已经在推一体化了 大湾区 经济上的一体化 现在这个条例 就会导致政治上的一体化 那么这样呢 你看这个香港 这个英国两制 从跟基本法通过的时候 大家的思想的英国两制 有多大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政治上 越来越大陆化 这种局面呢 已经是不可列转了 郁文怎么看 郁文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要跟香港的一国两制打一分的 就打分的吧 原来这个刚回顾的时候 打100分的话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70分左右 为什么这么看 1.5 也就是说 未来的话 这个从经济方面 从经济上考虑的 中国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内地跟香港的这一体化的速度 会越来越加快 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所谓建设就是一个表现 这个力度中央政府的北京力度把香港的包裹进去 就是从国家发展大发展大局来看 港府也有这种意愿 那么这就是一派之和 基于这个政治上这个制度的我倒是认为就是说 2047年以后啊 应该来是他表面上还是保持一国两制 因为真的如果把一国两制废除了的话 这个代价非常大的 一个是台湾问题 如果假如说你如果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用何必统一的 但必须还是要有一个牌子存在的话 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对国际社会的反应问题 所以说它会保留一国两制的牌子 但是会操控一国两制的内容 就是这样大概未来的就是说未来的香港的处置 大概就可以预计是这么个样子 包括这个香港的边缘化会进一步加剧 如果说完全的一国一制有没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 但是那个有一个前提 除非就是中国是世界老一了 中国是世界老一它会完全的一国一制 但是如果中国做不到世界老一的话呢 它还是会保留这个牌子的 但是内容被掏空的 好 津涛最后请您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三位先生看法我都同意 实际上刚才这个鸡先生讲到 经济上的社会生活方式 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变好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都要考虑到说 最初邓小平说一国两制的设想是说 香港保留现影制度不变 实际上是保留 间接的也保留当时在政治上的方式不变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香港当然跟陈强先生说政治上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就此而言 其实香港已经事实上不再是一国两制了 那么而且给 但是这个客观上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香港和大陆已经紧密在人员 信息和各个方面紧密互动 原来在香港境内发生事情 不对大陆构成政治安全的威胁 现在对于大陆的专制制度会构成一个冲击和威胁 这个是一个可观因素 所以才使得大陆才开始像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 还有最近的送中等等 这些其实都有这个考虑在里头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未来就是刚才那个邓先生也讲了 说他我觉得也同意说法 就是说未来就是在某种很大情况下 他会继续保留一国两制牌子 但内容会根据大陆的政治需要 这个会逐渐的把它抽空 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是有三个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那第一个可能性就是 其实季先生在前面讲到的 如果当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冲突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和美国的平成两强对决的时候 那么香港呢 美国如果假如对香港有所考虑的话 就像他在伊朗在一些国家有所考虑 那可能那大陆可能也会对香港采取更强的一些介入 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我观察呢 他还是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百年前的这种欺辱啊 是他脑子里这个知识上的一个 我觉得是个误区啊 至少从我现在这个知识来是个误区 但他老想血耻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已经很多时候在修复 就是修定邓小平的一些做法 这种做法他是觉得邓小平看不到 没有看到这个他要做 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大陆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际进取计划 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大立盘旗上来说的话 如果他把周边国家都已经放到他的经济发展大格局 那不是一个大湾区的一个地区的发展格局 也或者一个中国国内发展格局 他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已经放到他 以他为中心这样一个发展格局和中途 那么香港会不会也就会成为中间的一个子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很多制度 那就包括经济啊其他方面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个第二个时段的有关香港周日啊 六九这个百万人大游行 反送中大游行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呢 三个话题讨论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几位嘉宾呢 就跟观众朋友说一个再见 同时呢 感谢观众朋友在线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收藏点赞分享 也欢迎呢在这个YouTube上面呢 搜索明镜火拍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呢在线留言 再次感谢在香港的朋友 程翔先生 纪硕明先生 以及在纽约的王群昭博士 还有邓宇文先生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谢谢再会 再见